武神主宰 第5745章 演得辛苦 作者 按摩师 古帝对着身后众人道 众人当即退了下去 你这家伙 终于舍得露面了 古帝瞥了一眼大飞猫 淡淡道 什么叫舍得露面 本皇这是担心 你把秦晨小子带上歧途 所以故意过来看看 大黑猫懒洋洋的道 把那小子带上歧途 古帝微微摇头 那我也得敢才行 谁知道你 大黑猫狠狠咬了一口羊腿 顿时满嘴流油 你这家伙 当年在宇宙海 无法无天 你巅峰大地修为 就敢搅动无尽风云 闹得整个宇宙海 都不得安生 现在 你已然触摸到高危领域 本皇要是不看着 谁知道你能搞出什么风波来 哈哈 那也得看是对谁 对那小子 我是一点心思都没有的 古帝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神色带着无尽怅然和感慨 你也知道 当年若非是那一位 我早就魂飞魄散了 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 对他要做的事 我岂敢有半点忤逆 那你还教他们阴阳融合 大黑猫瞥了他一眼 别说你没有自己的心思在里面 那能怪我 古帝眸光开合 其中隐隐有可怕的金芒暴射 宛若一个个宇宙在涌动毁灭一般 你也看到了 那小子融合初始宇宙后 的确不曾完全凝练出来 完美大到神体 我也是为了完成当年那一位留给我的任务 所以才给了这么一个主意 现在想来 应该是那冥神搞的鬼 说到这 古帝眼眸中金芒一闪 似乎有灵光一闪 是了 我说 冥神当年哪能这么快就答应那一位 直接放弃了冥界 他这么做 等于是将整个冥界当成嫁妆 送给了那小子 这可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现在想来 他这么做 原来是留了后手 将冥界的一部分本源留给了自己的女儿 那小子要真正凝练完美大到神体 就必须和冥神之女有阴阳融合之时 而在交融过程中 那小子一旦凝练出真正的完美大到神体 冥神之女同样也能感悟天人之道 练就出无上神体 到时候 就算是赔了冥界 自己女儿也能得到天大的好处 则则 真狠 古帝感慨不已 仿佛彻底想明白了一切 这些诞生自远古的巨头 果然一个个老奸巨华 都不是什么豪想语之辈 说着 古帝瞥了眼大黑猫 你瞥我做什么 大黑猫舔了舔胡须 本皇和那些家伙可不一样 单纯得很 你单纯 古帝笑了声 你如果真的觉得我的主意不好 怕是先前早就出来打断我了 还不是希望 那小子能够真正彻底凝练出来 完美大到神体 到时候 不但本帝能够解脱 你身上的封印 怕是也能消除一大半吧 也不用一只眼的那么辛苦了 大黑猫舔了舔爪子 没有说什么 只是静静地看着头顶的虚空 虚海之外 秦晨几人离开之后 眨眼的功夫 便已经出现在了 无尽天狱之外 晨 你跑那么快做什么 还怕我们几个吃了你不成 思思几人拉着秦晨 嘴角带着笑道 同时 他们几人迅速地靠近秦晨 将饱满柔软的身躯 紧紧地贴住了秦晨 眸中荡漾着柔情 其实之前古帝前辈说的话 的确有几分道理 不如 说着 几人已经将秦晨围了起来 巨师寒情默默地看着秦晨 秦晨脸色瞬间绿了 你们几个 这是做什么 夫君 你说 咱们几个能做什么 思思先是轻笑起来 可笑着 眼眸中满是深情 之前夫君为了我 甘愿闯荡冥界 久死一生 让妾身几人忧心忡忡 提心吊胆 如今妾身伤势痊愈 也是时候该补偿一下夫君了 就是 夫君你让妾身们 整日茶不思饭不想的 难道不知道补偿一下我们几个 就是就是 千雪 如月 我而几人 也都各自露出媚态 轻笑起来 晕死 你们这都是从哪学的 秦晨满头冷汗 看着面前笑叶如花 身形曼妙的四位绝美女子 一脸无语 这些词汇 他们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你们想要如何补偿 秦晨硬着头皮道 妾身 还未曾享受过大地强者的服侍 不如今日 夫君这位两届大地 便来服侍一下我们四个如何 千雪玉蓉明润 月花般的眸子 波光炼焰 青昧不妖 勾人魂魄 和如月 瓦儿 玉族向前 大胆 本大地威名赫赫 岂能做服侍人之事 秦晨颇感头疼 急忙呵斥出声 语气威严 大地威压若隐若现 试图压制住四人 咦 姐妹们 这少年郎面对我们四人 居然还敢反抗 大胆 看我们四人 如何降服他 思思也呵斥一声 身上大地气息涌动 咯咯笑声中 和千雪几人 猛地扑向秦晨 抓手的抓手 抬腿的抬腿 抓脑袋的抓脑袋 一个个有虎狼之事 等等 这里大庭广众 近混沌事件 秦晨发出一道惨叫 几人瞬间消失不见 混沌事件 古老的苍天大树之下 秦晨几人出现在一片隐隐草地之上 草地芬芳 阳光明媚 格外的温暖清新 怎么样 少年郎 有没有考虑好 该如何服侍我们 思思几人半躺在那 笑盈盈地说道 嗨嗨 让小声试试 秦晨苦笑 知道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 只能起身 来到四女面前 轻轻俯身 为四女吞去斜袜 但肉色的蚕丝袜退去 顿时暴露出绚人目光的狱卒 思思的狱卒最为纤细 柔软细腻 不堪一握 而千雪和如月 则是明亮的黄眼 白的惊人 怎么看都看不够 至于瓦的 则是点着一些豆蔻 别有一番风味 脱去脱袜后 秦晨捧着四人 精致如同美玉的玉卒 手感有的冰凉光滑 有的温润如玉 根根脚趾 都鲜绣晶莹 有香气扑鼻 几人娇哼一声 先前有多放肆狂眼 此刻便是有多害羞 一个个脸色飞红 不敢抬头 秦晨动作没有停 顺着四人的长裙 修长的长腿 和笔直的大腿向上 直至腰部 帮四人宽衣解带 秦晨一人忙不过来 几人还会帮忙一同解衣 端地是姐妹秦深 今生能与陈少女相爱 妾身此生无憾 四人眉毛轻颤 彼此互拥在一起 展颜一笑 并未真的让秦晨一人服侍四人 而是轻轻起身 或是半跪 或是爬上秦晨身躯 挺着身子 搂着秦晨的腰臀 为秦晨缓缓解开衣袍 温柔体贴地伺候 四人一同服侍 秦晨浑身颤动 体内有淡淡的气息涌动 化作诱人的白雾 笼罩一切 下一刻 白雾中有交呼之声响起 云起云生 潮起潮落 多股阴阳之力 迅速交融 轰隆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混沌世界中 无尽的本源之力 忽然涌动起来 这些本源气息 像是从四面八方诞生而出 不知来自何处 也不知从往何处而去 整个混沌世界 在这股力量之下 剧烈震动了起来 这是 混沌世界中 本还有一些生灵在这里 此刻都是骇然抬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天际之上 白雾中 秦晨与思思几人融合 彼此力量相互交融 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 原本已然达到极致的肉身 此刻一瞬间 绽放出了无数的大道之光 大道之光涌动 如同开天一般 与这混沌世界 迅速融合在了一起 轰隆 如同开天辟地一样 秦晨感觉自己的意志 一下子浮现在了混沌世界之上 本来 这混沌世界 经过这么多年炼化 就已经成为了秦晨身体的一部分 而这一刻 秦晨的身躯 真正和这混沌世界融合了 这混沌世界 像是化作了秦晨体内的一个巨蛋 在束缚着秦晨的意识 开天 我要开天 秦晨意识中 一个本能的念头升起 他怒声嘶吼 轰的一声 整个混沌大道 就如同盘古开天一般 被他瞬间开辟而出 哼 亿万华光 化作万千大道 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 从无尽的虚空尽头出现 以秦晨混沌世界所在的位置 暴射向出使宇宙的四面八方 轰隆隆 而在那光芒最赤盛的中心所在 隐隆有可怕的雷霆声音滚动起来 虚海之中 古地和大黑猫豁然惊醒 瞬间看向那处虚空所在 一个个露出激动之色 裁决神雷是完美大道神体 开始了 哼 古地站起 身上神地之力涌动 他目光中爆射神光 隐隆有高维力量绽放 去接引这股力量 而大黑猫 也是悬浮半空 神色严肃 他的身上 无数的符纹流转 每一道符纹都无比古老 仿佛蕴含这个宇宙中 最强大的力量一般 混沌世界本源了 所有的法则和道则力量 猛地迸发耀眼光芒 那无数的大道之力 构成了超级复杂的气息 整个混沌世界所在 形成了一团虚无 轰隆隆 天崩地裂 混沌世界 就好似一个出生的宇宙 在这虚无之中缓缓浮现 诞生 宇宙诞生 此刻秦晨的意识 已然从混沌世界中弥漫开来 震惊看着下方的这一切 混沌世界化作一个全新世界 形成了他身躯 本章完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